汉代有一个节目 叫安息五岸 安息就是今天的伊朗 五岸就是五个小桌子叠起来 在上面表演形体动作 所以呢 像这个节目呢 汉代的比划里面是很多这种 这些指的是练身体的柔韧度 对对 这叫形体造型类 还有没有这个 比如卖动技巧 或者加上一些道具的 有有有 耍弄嘞 像那个在辽阳啊 出土了一个汉墨 里面呢 就有那个演员啊 耍那个轮 耍盘子 把盘子扔在空中 这种节目 耍 杂耍 当年就有了 那太好了 汉朝的节目流传至今 看看不容易 那咱们一块来参观一下吧 来欣赏一下耍花盘 从原始人制斗野兽中的杂技萌芽 到战争中杂技的演变 杂技也在历史朝代中越来越兴盛 杂技表演也变得越来越精彩 千万别走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